大送公司凭借全方位无死角的烂 成了烂局中的爆款 其实在他的那么多的槽点当中啊 真正把我看恶心的 是男主的人设以及女主的各种开金手指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剧情 一起开开眼 先说男主 老婆刚生了孩子 男主就带了个礼物 也就是女主回来 于是开始装模作样 俩人晚上聊闲片 聊着聊着他老婆想暧昧一下 男主呢 条件反射来了个无情转身 一副生怕被别人占了便宜 失了真操的样子 一个皇子 你还搞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人设 你看着一点欠碎的表情 不给他来一顿暴力套餐 都难解我心中愤懑 更奇葩的还在后头 他们儿子死后 女主作为最大嫌疑人被抓 男主老婆也忍着丧子之痛 来跪着帮着求情 说到动情处呢 想握握手 拉近一下感情 你看 连手都不让碰了 满脸清兴寡欲的样子 你说你一个祖穿老色P 在这装什么纯情 这种人呢 我告诉你 你关他仨月 他见个母猪都能心跳加速 两眼曝光 你就算给他静了身 他嘴巴都能分泌荷尔蒙那种 在这里呢 我免费刺他一副对联 夜里呼吹带船 吃汗情意绵绵 白天阿弥陀佛 老那不计女色 横批 娶你妈弟 然后我们说一下 神一样存在的女主 你无法想象 里面的每个人 为什么都那么无比的信任他 一个丫鬟 刚认识三天 一口一个姐姐 胳膊肘往外拐得比火箭都快 姐姐 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一个小娃娃 谁哄都不行 就他一抱啊 用那五音缺了四音半的嗓子 唱了几句哭丧的歌曲 然后就不哭了 另外提一下这首歌啊 你哄小孩 即便不是摇篮曲 好歹也要喜静一些 但是你唱的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你就是吼一个小苹果 他都比这强 因为阴差阳错的缘故啊 女主去了秦王府 当了个小丫鬟 秦王有个傻儿子 阻碍了秦王的事业发展 这个二百五呢 在外受了刺激 疯疯癫癫 要刺刺他儿子 谁都拦不住 就女主小手臂 那么一伸展 秦王立马泄了气 下次 我绝不饶他 为啥呀 是他每到花枝招展 让人心软呢 还是他脸上贴着 姑奶奶是女主 方圆无米不得近身啊 更离奇的还在后头 因为女主的原因 秦王谋反的是败露 因此一家子 被关进了牢房 等着阎王爷呼唤 这个时候呢 秦王夫人竟然还想着 把儿子托付给女主 这是多么神奇的脑瓜子啊 宝儿本来命运不继 但是现在 我和他的父亲 都要离他而去 他命中的组证 便也随之消除 所以今日 我想将宝儿 托付于你 你们之间可是 不贡带天之仇啊 别管他出于什么动机 是他搞得你家破人亡 你见了他 不活活劈了他 我都算你菩萨心肠 你苦心经营 这么多年的小圈子 就没个心腹吗 是天底下没好人了 还是知道他是圣母玛利亚 总的来说呢 我看了这么几集啊 大家全都围着女主传 为了增加女主的光环 其他人都丧失了人性 闻人处事 根本就不带脑子 好了 节目的最后呢 再让女主为我们高歌一曲吧